大家好,这里是美国生活指南穷人版 那么今天我们来谈一谈关于这个频道的定位 以及怎么跟美国这边汇款的一些问题 那么首先为什么要谈这个频道的定位呢 因为最近我刚刚看到有一位朋友 一位非常热心的朋友留了很长很长的留言 他说到了我这样的一个频道 就是给所有的愿意学习的一些普通的老百姓 或者说是中产吧 来美国打开了一扇窗口 这个他说的非常非常的中肯 而且他提醒了我 我的这个频道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 而且呢我之前一直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一点 因为可能有一些朋友看的这个网上的视频比较多一些 他可以对比得到 比如说他们可能会看到很多的这个富豪阶层 到美国之后各种炫富对吧 或者呢或者是非常非常底层的一些朋友 在视频里面各种各样的这个诉苦啊或者什么样的 对不对 就是两种极端啊 要么就是特别特别的富有啊 要么就是特别特别的惨或者什么样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都带有自己的一些情绪在里面 当然那个富豪阶层那就不说了对吧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那些各种各样的 说美国各种各样的不好的 或者是出于一个底层的状态 每天诉苦的 我觉得有部分的原因呢 有可能是带了各种各样的情绪 或者说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样的去 让自己的生活发生改变 对吧 或者呢当然也有那种别有用心的 对吧 就是故意去宣传啊 这里不好那里不好 然后就是阻止大家奔向更好的一个世界吧 对吧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我觉得我的这个频道呢 如果说能够通过我的这样的一个描述啊 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更客观的印象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这个也是我当初这个做这个美国生活指南 这样的一个频道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就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参考 尤其是对对美国不太了解的朋友 对吧 那么你刚来你有哪些问题 对不对 大家关心的问题 或者你没有过来你关心的一些问题啊 我们都可以一起交流探讨 对吧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会继续一个非常客观的这样的一种态度 去描述我对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那么这里面我也要强调一点 就是说很多的朋友都说 那我找一个就是生活的地方 或者说我想给我的这个子孙后代 子女找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环境 那么为什么我找不到一个完美的世界 那么实际上这个很容易去理解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想一下 我们的人他本身就不是完美的 对不对 大家发现或者说仔细地想一想 你周围所接触到的任何一个人 对吧 没有任何一个人说他是完美的人 当然有人自称是完美的人 但是你自己观察一下 对吧 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人 对不对 人性他就是这样 他既有好的也有坏的 对吧 他有善良的一面 他也有不好的一面 对不对 我们只是说尽量地让一个人 受更多的教育 然后呢 让他尽量地发挥好的一面 然后呢 让他遵守规则 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好 对吧 就是说没有任何人一个是完美的 那么当然 我们的这个世界就是由人造成的 组成的 对吧 世界由人造成的 人没有完美的 那么这个世界当然也没有完美的 所以你说一定要找一个完美的地方去住 或者是生活 显然这是不现实的 那我们尽量地只能说 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面 我们尽量找一个相对好的地方 对吧 那怎么去判断这个是好还是坏呢 这个世界上的杂音太多了 尤其是现在这个是信息社会 对吧 大家接受到各种各样的信息 当然 更多的在国内的朋友可能接受不到这样的信息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首先就要想办法去接受信息 第二个呢 我觉得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 去判断一个社会 一个体系的好与坏 那么就是你看他这样的一个体系 他对待这个批评这样的一个体系的人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对吧 他允许你自由地去批评 那么不管这个体系怎么样 对不对 他总有这种进步的这个前景 对吧 但是如果说他消灭所有的这个批评的人 对不对 那这样的一个是肯定是完全看不到希望的一个体系 对吧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评价标准 就不用谈什么经济啊 或者什么设备啊 建筑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 这些都不用谈 其实这些都是时间可以去改变的东西 对吧 但是呢 如果说你这个体系 它这个核心的东西不对 对不对 那他这个就很难很难说 给你一个很有希望的前景 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标准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尽量的就是说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面选择选择一个相对好的地方 对不对 这个可能也就是大家想移民到欧洲美国澳洲加拿大 对吧 甚至日本对不对 这些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吧 当然也有可能大家看中了这样的一些地方的一个优点 对不对 就相当于说我们就有点像你喜欢一个人 那么你就可能尽量的去找这个人的优点 对吧 当然这个人肯定也有缺点 是不是 但是大家看到的可能眼里的都是优点 那么如果说大家不喜欢一个地方呢 也可以总可以找到理由去不喜欢它 是吧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但是我觉得你要判断一个地方的好坏 或者说你想你的这个子女有更好的一些发展 那么你可能需要一个更好的一个评价标准 对吧 那么你同时呢 也需要排除一些杂音 排除一些杂音 这里面除了说有些人他 他这个别有用心以外 那么也有部分人他确实是因为 因为不喜欢一个地方 那么他就会找各种理由 对不对 当然美国他肯定这个社会 他肯定有他不完美的地方 也有他的不好的地方 对吧 但是我尽量的就是还原我所经历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对吧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所以这个是涉及到一个频道定位的问题 那么我也很高兴能够帮助到大家以一个非常客观真实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希望我的这个频道能够以更好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给大家带来更多真实的信息参考吧 那么也说到了这个移民或者说大家想到一个更好的地方 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去转移财富的问题 对吧 那么也有很多的朋友在问我就是这个怎么汇款到其他地方 比如说到美国 对吧 那么基本的这个汇款的方式来说 其实很简单 就是当然我们这里面不谈这个富豪阶层的这种汇款 他们就是走各种 在国内他不是合法的渠道的一些东西 对吧 但实际上能够这个进行这种外汇管制的国家 其实也不多对吧 那也是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也是合理的一些富豪 他转移财富 有各种地下钱庄啊 或者是开公司啊 对吧 这种方式 我们这里面谈的主要就是穷人版嘛 对吧 就是大家在五万额度以内的汇款 当然现在好像形势越来越严了 这个国家外汇告急嘛 然后前一段时间还听到一个新闻说 一个人他已经换了这个 在国内的银行换了200美元 换了200美元 就是他不是换了200美元 他是说他想把它换的那个200美元取出来 取不出来 别人说就只能给他人民币 那么这就可能说明这个 当然有可能有其他的一些原因 但是种种限制可能这个有一个迹象 就是外汇越来越紧张了 那么大家如果说你就是在国内的那个银行 把它换成自己的银行里面 再换成这种外币 换成外币 然后你这样取现金 这样的一个方式可能比较危险 因为你这样钱没有出来 那么随时都有可能受到管制 对吧 但是呢 如果说大家把它汇到美国这边来 对吧 那么可能就更安全一些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汇款方式呢 就我个人用到的一些汇款方式 5万额度以类的 其实很简单 要么你就用银行U盾 全部都可以自己操作 你就是在国内开一个银行 任何一个银行 就是大典的银行嘛 对吧 中国银行 公行 龙行 对吧 等等 招行 都可以 他们每个银行都有那个网上银行 然后你再要求他给你一个U盾 U盾有点像那个USB的U盘一样的一个东西 他就是直接插在你的电脑上 就等同于一个密钥吧 就是相当于说你有了这个 你可以更安全的登录你的网上银行 那么你就可以通过网上银行自己操作 比如说你到美国来之后 那你开了这边的银行账户 这个前面我也提到过 对吧 你即使说旅游护照 也可以在美国银行这边开户 好 然后你就用自己的银行的U盾 插在你自己的电脑 或者是其他的电脑上面 然后安装一些客户端 你就可以直接在你自己的这个网上银行操作 是指中国银行的这样的一个网上银行操作 你就直接可以汇款 它有国际汇款很简单 那么过一两天它就到了 但是大家现在要小心 尽量不要汇超过一万块钱的 好像超过一万美元的这个汇款 很容易受到管制 它会核查很长时间 耽误大家的时间 第二个就是支付宝 支付宝原来好像没什么限额 非常好用 每次你只要付50人民币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银行收一点钱 那个支付宝里面有个国际汇款 大家点开一看就知道 一定要是支付宝 手机里面的支付宝APP 那大家一看就知道 但是现在越管越严了 后来限制到三万 三万人民币 三万人民币 不是是美元 三万人民币 每次只能汇三万人民币 到后来呢 现在又只能每次汇一万八 一万八人民币 一万八人民币就等同于大概两千多美元 非常少了 对吧 但是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就是你如果有小额的这个汇管需求 用这个支付宝还是挺不错的 因为它只收你50人民币 50人民币 然后汇到这边的银行呢 我建议大家用那个花旗银行 为什么呢 因为花旗银行它支付宝好像是跟 它那边是用的是哪一个银行不太清楚 但是它这边就是直接是以花旗银行作为中间行 或者叫中转行 就比如说你如果是汇到那个美国银行的话 那么它就相当于说你要 它从支付宝先到了花旗银行 然后才花旗银行转到美国银行 或者比如说是富国银行 都任何一个其他银行都是一样的 就是它先走花旗银行 然后再走到其他的银行里面 美国的其他银行里面 这样它就要中间要收两次费 每个银行可能 比如说它一个银行扣八块钱 那就要扣十六块钱 但是如果你是直接汇到花旗银行的话 就是City Bank 花旗银行的话 那你它只扣你八块钱 只扣你八块钱 就不会再额外扣钱的 因为相当于支付宝就直接汇到了花旗银行 它就不会再不用再转到其他银行 那其他银行也不会再 没机会再收你的费 所以呢相当于说 你用支付宝汇到花旗银行 那每次只收你五十人民币加八美元 这个还是比较合算的 比较合算的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方式呢 就是利用美国银行的各种手机银行 为什么提到这个呢 就是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 我之前用过那个手机银行 就是手机银行它可以 美国的这边的手机银行 它可以直接存支票 存支票 那么你直接在你的手机里面 你下载一个美国银行的这个APP就可以了 任何一个美国银行 比如说Bank of America 或者是富国银行 或者是Chase 摩根大通 或者是Citibank都可以 他们这些手机APP 手机银行APP 都支持那个在手机上存支票 存支票 所以这个很重要 那怎么用呢 就是相当于说 你比如说你在这边 你在美国这边 那么或者说你已经在 或者说你已经留到这边来 开了这个美国的账户 好吧 然后你又回中国了 好 这个时候你想给你的这个 美国银行的这个账户 存钱和汇款 或者怎么弄弄呢 那你直接就去那个中国银行 对吧 或者任何的一个中国银行 最好是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的这个外汇 这个处理比较成熟一点吧 那大家就去中国银行 你就要求他给你开一个现金支票 就是你换成美元之后 你要开成现金支票 开成现金支票之后呢 你就可以直接把这张支票 用你自己的这个手机银行 存到你的这个美国银行的这个账户里面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大家不妨试一下 这个是一个很适合很适合 因为也是最近一两年 这个手机银行才支持这个支票 直接存支票的 就是把支票正面拍一张 反面拍一张 但是记得你的这个反面 好像有一个地方签上字就可以了 这个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 好 这个就是关于这个五万以内的这个汇款 大概的一些方式 那么希望今天讲的这样的一些话题呢 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 也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